要你幸福 梦中花端尽足 好幸福 老師好 主持人好 以及我們現場的超馬家人 跟全球的超馬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台中的繁榮 因為我來這個超馬 也差不多將近兩年的時間 那我首先也是非常感恩陳策大哥 介於我來學習這個超級生命綠碼 那其實我還沒有接觸超馬之前 我就是沒有接觸過任何的一些修行團體 所以我對這個修行其實真的是還蠻陌生 完全也是不懂 那我就是像一般的道教這樣子 因為我是從事房仲的工作 所以我就是每個月的初五二跟十六 就是去拜土地公 那如果業績比較不順的時候 就會去廟裡去拜拜然後求籤 那不然呢就是去找那個通靈的老師 而且通靈的老師還不止一個 還會一個換一個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一直這樣子 循環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一個日子 那其實可是因為這樣子 可是對我的 雖然是平順 可是對我來說 對我的工作 我的人生其實是還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就在107年的11月的時候 也是在一個很巧妙的因緣下 剛好呢就是程測大哥在跟我們同事 介紹超級生命立馬這本書 那我當初是因為好奇 所以呢就是 就湊過去跟問程測大哥說 這個是什麼書呢 程測大哥說 這是一本正能量的書 那我們超級生命立馬就是在講兩個 密碼就是在講愛與感恩 而且他說這個可以改變生命地圖 然後他希望我可以來實驗看看 其實當下我自己心裡面是有想說 好我來實驗看看 那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剛好是我一個工作最低潮的時候 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 那個時候是真的有連續11個月 完全零成交都沒有成交案子 所以當初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真的是心情壓力各方面 都很大 那其實這個中間呢也是 當然又是免不了 這個期間又免不了又去求成問補 或者是問那個通靈老師 那可是奇怪啊 就是這樣子一直去問 可是沒有辦法成交就是沒辦法成交 所以那時候當時真的是 其實也是覺得壓力大 我也想說不然就來試看看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自己 其實那時候我就沒跟陳徹大哥說 我就真的自己 然後就是來知道那個我們教室的那個課表 然後我就自己來參加精英會 那我記得第一次來參加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超馬家人 怎麼覺得每個人都很好 好像真的都很有愛心 真的我就覺得好像真的都有在落實愛與感恩 所以當下覺得來這裡來到教室的時候 心真的很安定 那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還感覺真的蠻不錯的 所以我就在固定的 每週固定的來參加精英會 結果真的就非常神奇 就在我來參加第二次的精英會的第三天 我就真的成交一個案子 然後那時候 對我就真的想說 哇真的太神奇 而且我當下也是真的很開心 也很感動 其實那時候真的很感恩天地感恩導師 那接著呢 就繼續的就是想說 既然這樣子我就繼續的來參加 固定參加精英會 然後後來才把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看完 然後再認真的做心法 然後再當月嘛 當年的107年12月參加那個彩虹大法之後 我又成交一個更大的案子 所以又拿到一個更大的業績 那當時真的還是很開心 後來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期間 當然有一段時間還是因為被生活境所影響 所以呢 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的心真的不夠堅定 那就是覺得那時候也沒有如法失修 所以呢 業績又起起伏伏的 那尤其呢 在這個 嗯 在這個今年的 嗯 今年的 五月 五六月的時候 那是因為 那時候 其實今年的 案子還蠻多的 客戶也很多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今年是五六月那時候真的很忙 然後忙到 忙到 其實常常沒有來參加共修課 那 欸 也因為我覺得業績還是比較重要 所以呢 沒有來參加共修課 那結果真的 真的就是有三個 原本以為會成交的案子喔 結果都不會成交 就覺得奇怪 怎麼都弄不成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喔 真的是 這就才領悟到說其實共修課真的很重要 其實我姐姐也一直在跟我說 那個一定要來參加共修課 所以我就想說 喔 那個這個 這次從此以後真的不可以掉以輕心 所以我就很 那個 又開始認真的 就是也來參加共修課 然後就是 嗯 欸 就只要就是 不想 不敢掉以輕心 總是把共修課排在第一位就對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又 接著又參加我們六月二十八號那次的 實修實練課程之後 欸 我在七月份就成交三個案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 真的是 就像 這是真的 就像導師說的那個 在那個豐盛的光那本書 說的一句話 一段話 他意思是導師說喔 我們人世間任何的事情喔 不是你忙的不可開交就會成功 不是因為你忙的不可開交就會成功 百分之五十我們要進人世 那另外的百分之五就要天地 需要天地給予我們的祝福 那真的就是 果然真的有天地的祝福 真的就會 一切呢就會不求自得 那如何能夠得到天地的祝福 那就是要做著合乎天心的事 那要做著合乎天心的事 就是要如法實修 利益眾生 那所以呢 對然後另外一題就是說 在那個 像我從事這個房仲啊 有很多年了 其實很多年我也很認真的工作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為什麼我以前業績也算平順 可是在107年真的為什麼會 11個月都沒有成交零成交 所以自己真的也是常常會問自己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那結果呢就是後來來到抄馬才懂 真的一切都是原來都是得之良 原來都是能量 當我們得之良不夠能量不足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一切都免談 真的是怎麼弄都弄不成啊 那其實也了解到這些道理之後 那在今年的暑假過後啊 我就是更認真的來推動我們這個秋季活動的 這個那個推票的就是一個推票活動 然後又認真的發書 還有又那個在那個購票加大這個願力 並且呢又參加那個台北兩次的那個 富有研習課程 結果這次真的更神奇 我真的那個我的10月份的業績 竟然就是我這個是我從那個從事房仲以來 成交一個是業績是最高的一次業績 所以真的我就覺得說真的是 真的是一切都是能量然後有認真做的話 真的是天地呢都會給予祝福 那其實我這兩年以來的感想是真的覺得我從以前都是一直在向內 都是在向外求都求神明菩薩幫忙 那其實呢都不知道其實都真的是要向內求 我們要問看自己是不是有沒有 要自己改變習性然後讓要去利益眾生 然後做著活動天心的事 其實這樣子真的才可以自助人助天助 那導師的大道之簡這個道理其實真的很簡單 可是我卻來到超馬才懂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其實真的非常感恩 非常非常感恩導師 非常非常感恩天地 也非常感恩太陽公公 更非常感恩大家 那祝福大家能夠福運萬萬天吉祥 謝謝感恩 非常感恩 讓大家看起著 速度跟我們錄 dzi 感谢观看